在《风神演义》中 雷顿子是产教第三代弟子中最另类的 因为他无父无母 是凭空被雷劈出来的 出生在一座古墓旁边 随后被避雨的西伯侯鸡称掐指一算 是匠星出现 于是将其收养为义子 由于西伯侯即将赶往朝阁开会 加上有七年之难 所以肯定不方便带上雷顿子一起去 恰好云中子也算出匠星出现 赶来寻找雷震子 于是鸡昌将雷震子交给云中子 并拜云中子为师 雷震子跟随师父来到中南山玉柱东开始修行 学习了将近七年 却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直到有一天 云中子算出鸡昌七年之难快结束了 到时会有追兵要追杀西伯侯 于是才故意让雷震子吃下两颗仙星 在雷震子尝出风雷二之后 云中子又授起兵器 并交谈无依 说来也奇怪 雷震子只不过七岁而已 吃了先行后 突然就变成成熟的壮汗了 这童年过得似乎太无趣了 雷震子救下机场后 又返回洞中继续修炼 理由是云中子觉得 雷震子还没到时机下山辅佐江子牙 直到文太氏征伐西齐 手下同样有一名长处绑的将士 交星环 于是雷震子下山跟星环交战了一番 将星环赶跑了 需要指出的是 这个星环在后来被江子牙封为围公 雷震子此次下山 才算正式下山 一直跟随江子牙法咒 打过很多仗 也立过很多功 是江子牙法咒的空中力量 在江子牙金台拜疆时 原始天尊和十二金仙都赶来祝贺 云中子也不力挽 金台拜疆 意味着开始全面进攻朝歌 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是防御了 所以临行前 禅教很多第三代弟子 都问了自己的师父 此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而雷震子是这样问的 弟子此去 从师父的回答中 可以看出雷震子的实力 还是非常强的 居然能保达周王朝八百年 话说西伯侯的长子伯一考 此后都被封为中天北极 紫卫大帝 那么雷震子作为西伯侯的一子 其位置应该也不低 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具体分析过 雷震子虽然是肉身成圣的 去向也不明 但很有可能就是四语之一的勾成大帝